大家元宵節快樂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雖然我知道大家 其實不是那麼的快樂 對不對 對啊 老船長 你怎麼知道 台北股市跌這麼多 對不對 看到沒有 快500點 這個擺明的 我就說這個缺口 他如果來補的話 你自己要撐得住 果不其然跑來補缺口 很討厭 補了缺口就算了 不要再怎麼樣 往下走就可以了 對吧 那如果下個禮拜 我先講 等到吃完了湯圓 對不對 3月2號來開盤的時候 如果往上走的話 會非常漂亮 老船長這話怎麼講 你看嘛 多頭回檔 多頭回檔 往上走 哇 perfect 100% 這個機率大不大 我認為大 因為美國股市也跌 台北股市也跌 亞洲股市也跌 歐洲也跌 那大家都跌 都怎麼樣修正 而且是急跌 對 多頭市場 記得 急跌 還漲 很標準的 明白嗎 那老船長空頭市場 空頭市場就慢慢跌 盤跌 對不對 一套再套 套死你 也是喔 好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只是說你這個過節 這幾天廉價 心情會比較不好 那各位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要過農曆年 也是一樣 農曆年前 盤也不是很好 大家拼命賣股票 是不是 哇 股票賣光光 過年十幾天 很安全 就過完年回來 拼命追股票 跑了一個怎麼樣 大大的跳空缺口 看到沒有 上去500點 還記不記得 那你過年前 股票賣光了 你過完年 大家都追就跳空嘛 因為美國股市 在我們過年期間大漲了 是不是 那你看喔 這邊 套了這麼多人 今天往下打 幹什麼 要洗這邊的幅額嘛 讓你買在這裡的 不報股過年的 過完年拼命買的 今天全部怎麼樣 讓你們殺在這裡 然後補這個缺口 也沒有完全補啦 但是差不多了 然後呢 你們殺完之後 下個禮拜再往上 你說是不是叫做 perfect 老村長怎麼會這樣子 股票市場本來就這樣子 大家一起進來 然後一起上去 誰來啦 這就是讓我想到 我們小時候一個故事嘛 老村長什麼故事 趕快講來聽 就一群老鼠啊 在討論啊 說這個貓在旁邊很危險啊 他如果發現我們的話 就被他吃掉 那怎麼辦呢 對不對 他隨時會來啊 因為貓走路都很輕 有沒有各位 他偷偷摸摸的 那老鼠就有人提議啊 那還不簡單 我們在貓的脖子上面啊 掛個鈴鐺 對不對 那他來的話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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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噹 就像小叮噹一樣嘛 欸 這個問題很簡單吧 那這樣就不會有人被貓抓走了嘛 欸 講的各位觀眾 很有道理是不是 是啊 那問題來了 什麼問題老村長 啊 誰去掛鈴鐺啊 有人就問啊 就其中一隻老鼠就問啊 那誰要去掛鈴鐺 掛在貓的脖子上 欸 大家都怎麼樣 不敢出聲嘛 誰誰啊 所以說 你說 這個股票 這樣子整個拉上去 啊 這邊有沒有 整理之後整個拉上去 也是一種走法啦 但是現在是在一萬六千多點喔 他如果是在一萬點這樣 整理之後整個拉上去 我覺得那個難度喔 不大 問你現在一萬六千多點 套這麼多 很多都高價位股 對不對 乾脆往下打 然後這個時候就有鬼故事出來啦 那美國他是領先 他也是領導全球啦 在股票市場 那美國股市先殺嘛 對不對 那有人就開始 找原因理由了 喔美國十年公債 殖利率啊 這個上漲 其實我知道大部分的觀眾 包括分析師喔 連十年公債利率喔 的殖利率喔 漲跌怎麼影響股市 或是為什麼漲跌這個殖利率 都搞不清楚 哇我今天聽到那個盤中連線 一些分析師胡說八道啊 我告訴各位那個 美國股市不是因為那件事情而下跌的 那老船長美國股市是因為什麼事情 美國股市其實就是怎麼樣 它在前一天噴出去嘛 各位懂意思嗎 它也是漲得太急了嘛 那這個時候就我跟你講就很容易喔 所以股票市場漲高就容易出現鬼故事 那大家就嚇得半死 這時候你們就想到有一個分析師喔 欸對 他的名字叫谷海老船長 他常常講一些有的沒的喔 讓我們這一輩子都難以忘記 他說喔 這個電影院喔 黑漆媽屋的喔 看電影看到一半突然有人說失火啦 哇 大家往外衝啊 拼命衝啊 結果呢 踩死一堆人了 燒死的沒有半個踩死一堆人 有沒有過 有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有啊 那大家按照順序跑出去沒有事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嘛 一定是有人喊失火啦 喔 那你注意喔 這邊只要有人喊失火了 就像美國股市一樣 砰下來 跌快五百點 散戶今天的工作就是怎麼樣 拼命的砍 拼命的殺 殺完 殺到收盤以後 啊 好爽 終於把股票都怎麼樣 幹掉做肥料 喔 對 然後看到老船長的測標 昏倒 下週加倍奉還 股票市場多頭市場 急跌還漲 你不從小背到大嗎 那沒辦法 老船長我們這個 蛤 就拿友達來講啊 我知道啦 你是追二十塊的嘛 你追二十塊的 你今天殺十九塊的嘛 你會怕嘛 對不對 我講了有沒有道理 有啊 昨天啦 今天禮拜五 昨天 有達買二十塊二十塊二十點零五的十幾萬張啊 對不對 一堆散戶衝進去啊 終於要相信谷海老船長啦 大摩的目標價真的會來啊 對 事情就不是傻人喔 說想這樣啦 聽得懂嗎 這麼容易就這樣一直就上去喔 不用洗一下盤 讓大家一起爽 一起到二十二 怎麼可能 他往往中間就會有這種 怎麼樣 鬼故事出現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你跟老船長底部一起怎麼樣 進場 這裡啊 你這裡進場 我請問你啊 今天這樣震你怕不怕 關你什麼事啊 你是少賺而已 你還是賺翻嘛 就像在這邊洗的時候我們也不怕啊 因為我們是買在這裡啊 你聽得懂嗎 那你是追在哪裡 你是追在這裡啊 你寧願這樣子追高殺低 把這麼多的錢輸掉 來回才一天的時間 你也不願意交會費 跟著谷海老船長 在這裡全部重壓 賺到翻過來 數錢數到手抽金 你覺得你很聰明嗎 你覺得交會費給我的都是傻子嗎 老船長你這樣子講話 好像真的有道理 而且你說過 你就算開牌 講得再清楚 觀眾也沒有辦法賺到 像會員那樣 對 我在股票市場 有發明很多的這個小故事 讓人家去思考的 我就是要讓很多的觀眾朋友 記得我的節目 我所講的事情 對不對 會員賺錢賺番 那他們有交會費嗎 那觀眾也是差不多時間知道的啊 我是公開啊 為什麼賺不到 因為再好的電影 你沒有買電影票 你不會進去看嘛 你買了電影票 啊 準備進場 你看那個出來的觀眾在那邊罵三字經啊 說這個電影難看到要死啊 我請問你啊 你票買了 你會不會進去看 還是你把票撕了 出來都說這麼難看 票撕了不看了走了 有可能嗎 你一定不甘心嘛 你一定要進去看看到底有多爛 我講的對不對 對啊老船長 所以你參加了會員 你才有會怎麼樣 跟著我操作嘛 你不然的話你都是怎麼樣 無所謂 就像人家從電影院走出來罵三字經多難看 那你本來要買票 要進去看 結果你剛好還沒有買 啊請問你會買嗎 你就不會買了嘛 那你就不會看到這場電影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參與的一個行為 因為你花錢買了票 你就才有可能參與 一樣的道理 你們交了錢參加了我的會員 我請你把所有的資金在這邊買友達 你才會照著做嘛 否則你只是看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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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終於終於 很重要講三次 終於在昨天受不了 對跳進去 對吧 想說哇明天再漲一根啊 我就怎麼樣出掉 我就吃老船長的豆腐 嘻 我的豆腐那麼好吃啊 你就賠了嘛 一張賠一千多塊也不多啊 但是你買了這個一百張 你就賠十幾萬 十幾萬你可以跟著我一整年啊 不知道要賺多少股票的錢啊 因為我都是玩真的 我不玩騙的 我今天就坦白告訴你 我們的友達照樣賺翻 可是現在少賺了一些啦 少賺多少 一張少賺九毛五啊 一張少賺九毛五啊 看到沒有 你事後再來看根本就是胡說八道嘛 光一個美國十年公債 你會不會去買一個十年公債啦 一般老百姓都不會 那要擺十年啦 對不對 為了那一點多趴的利息 神經病啦 所以說不需要去隨之起舞 多頭市場的急跌還漲是非常正常的 那在急跌的時候一定有鬼故事 就像在漲的時候你一定聽到很多美好的故事 最後白雪公主跟這個白馬王子 很幸福的生活了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搶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繪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這陣子有很多的分析師 以前都不會帶會員買台積電 然後呢這個因為時代改變 台積電變成什麼護國神山啊 哇這個blah blah一大堆啦 那麼有很多的學生啊買不起台積電 就買零股嘛對不對 然後有幾位分析師啊 據我的了解當然我不會講是誰啦 就帶會員買台積電 我不能說他不能帶會員買台積電 我們也不能說他錯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很客觀的講一句話 你會員就輸死啊 C對不對 買這裡的嘛或是買這裡的嘛對不對 你現在在看老船長的節目 你對一下你的老師叫你台積電買哪裡的 不是這裡就是這裡嘛 C 那如果說你交了會費 你參加投顧跟老師 他叫你買台積電 那你不會自己買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買台積電 他應該叫你買在這裡的啊 買在這裡我覺得OK啊 為什麼 買在這裡的話在這邊出大賺嘛 問題不是嘛 我的了解他們都是買這裡跟這裡嘛 那現在跌死了怎麼辦 那一招就來看啊 乖 台積電是護國神山 跌不用怕 穩賺不賠的 很快就解套了 蝦米等多久 再等18個月 會期也過了 很好混吧 真的啊 現在很多那種就是類似 網紅的老師啊 上遍各大節目啊 對不對 哇那個收視率啊 點閱率都五萬起跳的 然後帶會員就買台積電了 然後全部掛掉 投顧分析師你就老老實實的 帶會員上這個做股票 不是好像把自己搞像明星網紅一樣 到處怎麼樣 在那邊蹭點閱率 然後你知道很多的人啊 剛才節目上講的好中肯啊 人也看上去很老實 對 做股票如果中肯跟老實有用的話 那我們就去請教中後跟老師的社會上很多 怎麼做股票就好了 亂七八糟啊 你們要參加投顧 你要跟一個分析師 你要看他的節目 你要觀察一下 對不對 從鼠年尾巴到金牛年 什麼股票最標 友達 他雖然今天底啊 但是是不是最標 你告訴我是不是 再強的股票他也有回檔的時候 就像大盤很強也有回檔啊 但是如果只是多頭的修正 你不用擔心嘛 對不對 下個禮拜加倍鳳凰 鳳凰 散戶還是要再一次昏倒 這個是一個輪迴 散戶永遠會在股票市場的漩渦裡面打賺 你知道嗎 就像我最近跟大家講 我說 老船長是第一個跟你們說 開紅盤第一天我就說 你今年最重要的第一件工作是什麼 各位還記不記得 老船長我們早就忘記了 對 就是離開大魔頭嘛 我們想起來了老船長 我們覺得你有神經病了 開紅盤叫我們離開大魔頭 那你不離開大魔頭 你的下場就是 你今天手上幾十檔股票 全部已經套死了 收盤你就暈倒在那邊 還吃什麼湯圓 吃什麼這個元宵啊 不必了嘛 我講的對不對 然後你也不想看他的節目嘛 因為他還在 講漲停板的股票 今天很惡劣 到今天還在講漲停板的股票 他要讓 不是他會員的觀眾 誤以為他的會員賺漲停板 你知道這個老師非常惡劣 我不知道是誰啦 你參加誰我不知道 你只要看你的老師 在這個廉價裡面 你去看他的節目裡面 怎麼一直在講漲停板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你就很確定 你就是跟大魔頭 他就金光檔專門騙你的錢 就是這樣子 而且你絕對不是唯一的一個 因為這個市場 豬腦袋特別多啊 對不對 哪一個分析師像我這樣 從年前到年後 開紅牌一直講 友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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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著友達就一直漲 一直漲一直漲 眼看著22塊就要來了 對不對 那應該很順利啊 昨天一堆人跑去搶20塊的 想說一個漲停就到22 然後就走人嘛 幹嘛要花錢參加老船長的會員 我心裡就在想 世間上的事這麼簡單就好了 果不其然 今天來一個怎麼樣 震撼教育 那這些人啊 昨天會去追20塊以上的 今天就是 殺在19啊 18.9就是這些人 因為他們追高殺低是怎麼樣 第一名最厲害 沒有人比這些 這些就投機分子 喜歡每天在市場裡面 走短線啊 當衝啊 那你來股票市場 不是要投資嗎 怎麼搞得那麼投機呢 投機就乾脆去賭博 不是 不是叫你們去賭博 就是投機就是等同於賭博嘛 那賭博有好下場的嗎 你告訴我 有幾個賭博好下場的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賭博 對不對 那你來股票市場的心態做法 當然也是要投資啊 否則你不是跟賭博一樣 你一定傾家蕩產 走向歸零高之路 我講的對不對 真的耶 老船長 那台積電這個地方 會不會是M頭呢 重不重要 不重要啊 假設這裡是M頭的話 他也會上來逃命嘛 會有一個逃命 你聽得懂嗎 台積電沒那麼爛 他要死 他還有一個小逃命波 但是你說這邊一定是 所謂的M頭嗎 我不敢講 我不敢講他是或不是 講難聽一點 我也不在乎 我們一張台積電都沒有啊 沒有就沒有嘛 我不會說他在漲的時候 我在那邊分析台積電 假裝我們會員有 這種下山爛骯髒的事 我從來不幹 而且我都直接跟觀眾說 我不會帶會員買台積電 也沒買啊 對不對 那友達漲得比他兇多了 你們現在深深的套牢了 對不對 你看你老師怎麼講 你今天 你這個假日就看他怎麼講 你看他那個嘴臉 好會騙 我們就不需要 我們就這一支嘛 對不對 跟你說 變少賺一咪咪啊 從這裡到這邊賺幾十趴 今天回檔幾趴 四趴多而已 那要怎麼樣嘛 賺了幾十趴 回個四趴多 OK 下個禮拜還要加倍奉還 怕什麼 這個是真正的分析師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如果不是在這邊跟我全部啊 躺著買 倒立著買 閉著眼睛買 壓房子買 對不對 那已經來到這邊 你嫌高 我說過沒關係嘛 這一個 我先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順便幫我按個讚 我先看 這個昨天居然報憲 來導播把字拿掉 我說這個金牛股 就昨天一天跟今天就兩天 因為我這邊寫 現本週末了 然後我說你不用打電話進來問名牌 很多人很上道 他打進來就直接說要辦手續 對我就給你擺明了講 因為我是全國唯一一個分析師 從年前到年後一路做友達 掌也講 碟也講 下雨天也講 太陽天也講 全國只有我一位分析師這麼做 然後掌上來大家歌功頌德 掌聽滿歌功頌德 結果今天一疊沒有人敢講友達 下個禮拜加倍奉還開始大漲了 大家又都在友達面板 這些人永遠都是在幹這種事情 會員不但賺不到錢還賠死 我不做這種事情的 你來跟著我 我節目上講的跟做的一樣 如果我說謊不實 節目說謊不實 我下十九層 我我下十九層地獄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這麼多年來我都揪著自己死 我為了就是要告訴大家 我說的跟做的都一定一樣 那這一檔金牛股 是我今年特挑的一檔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友達 他跟不下去或怎麼樣 那沒關係 反正友達他還會再漲 對不對 漲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會將友達 大賺爆賺的資金 全部轉到這一檔 叫做金牛股 我唯一可以給你們暗示就是 他的股本三十幾億 友達是九百多億 所以這個三十幾億的股本 我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人來報名 我講白一點 這樣子變成大家有些人就買不到 對不對 那為什麼買這一檔呢 它是電動車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零組件 那這個零組件 關係著這台車子 這台電動車 它跑起來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穩不穩定 它是非常重要的零組件 很多分析師也不懂 那現在它還沒有大噴之前 你們趕快來找 谷海老船長 到時候呢 我不會馬上開牌 因為友達我開牌嘛 對不對 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我也不怕會員朋友 這個吃醋啊 或怎麼樣 金牛股就不能開 因為這個股本 只有三十幾億 友達是九百多億 這三十幾億 昨天電話報現 進來就是直接指明了 我要跟老船長做金牛股 對 我覺得你終於學會 要離開大摩頭了 我講話就跟做的是一樣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就是在這個吃湯圓的時候 元宵節的時候 心情也不好的時候 離開大摩頭 拿起電話 元宵節過後 跟著谷海老船長 把該報的仇都報了 因為這一支金牛股 應該可以讓大家大賺一筆 五四 過完結以後 再來找我就來不及了 這個專案就沒有了 現在開始撥打 對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